以下誰是瑞士的首都呢? A. 伯恩 B. 蘇黎世 C. 洛桑 加給19秒時間你想想 C. 洛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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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影片一開始 我們已經去瑞士的首都Bern 那因為上班的原因呢? 其實Bern這個城市呢 我都不是那麼熟 那如無意外的話呢 今天也是老土景點又來的了 那就看看待會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再和你分享一下吧 說起瑞士很多人會想起蘇黎世 或者日耐瓦這兩個大城市 但又有多少人知道 白欣才是瑞士的低調首都呢? 白欣的舊城區很久之前 已經被聯合國教訓的組織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所以這個城市有很多歷史風貌 都成功保留下來 白欣這個城市的市中心 就不是很大 我想你只行市中心的話 大約半夜的時間都已經夠了 在火車站出來走大約不夠十分鐘 我都已經去到第一個景點了 這個就是瑞士的國會大樓 瑞士所有大大小小的政治會議 都是在這裡舉行的 瑞士國會大樓 就不單只是舉行所有政治會議的地方 這棟大廈也是這個城市的地標 每年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動 在這裡舉行 例如最出名的就是洋蔥市集和聖誕市集 而且國會大樓的背面 也有一條走廊 可以在高處看到很漂亮的風景 這個風景真的很漂亮 這個國會大樓在假日節慶那些時間 都會有過那些投影表演 有點像環彩泳香宮那些 它是大約晚上七八點那一時間表演的 那有機會的話 你都可以預下時間來看 而國會大樓內部 每年都會有幾天 是開放給市民進去參觀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看看它的開放日期和時間 在國會大樓外面 在國會大樓外面都有一個小市集 這裡有很多人在這裡賣東西吃 還有賣一些有機的蔬菜 還有賣一下花那些 這裡有賣一些手製的木造的廚房用品和餐具 連烏鷹拍都這麼講究 這些網床挺漂亮的 但是家裡有沒有位置放才是一個問題 又是歐洲人欠第一個時間 Bern這個城市有歐洲最長的湖外拱落 那我相信人少少的話 在這裡打卡都不錯 話說我好像走極都走不完那個 Old Town 其實我現在是打算去一個叫做紅公園 和玫瑰花園的地方 其實從Old Town過去都是大約15分鐘的路程 但是我在那個Old Town裡面 走兩步停一停 走兩步停一停 現在好像過了一個多小時 我都還沒走到過去這樣 對了 那我趁現在天中光 就快點過去那邊先 開始見到越來越多手信譜了 相信離我們要的目的地都不遠了 還沒走到公園裡已經看到一些熊 在這裡睡覺很寫意 白欣這個城市和熊這種動物 就真的很有淵源 這個城市的名字 都是以熊這種動物去命名的 他們城市的區域都是熊的 原因是因為相傳這個城市的創建人 當年第一次打力的時候就捉了一隻熊 所以就用熊幫這個城市起名 聽到是不是很隨便 話說今次是我第一次看到這兩隻熊 雖然我之前都已經來過兩次 但之前兩次都在維修中 就沒有開放出來 我想這個位應該才是真正被人參觀 和看熊的地方 但這邊一隻都看不到 應該走到剛才那個位置曬太陽 這個位置看到另外一隻熊 自己一隻走了過來 那眨眼我們就已經看完熊公園了 那現在我就出發去第二個景點 那我們第二站就是去這個玫瑰花園 那這條路呢 這條路呢也是在熊公園過去 去玫瑰花園的碧京之路來的 你看一下那這條路呢就非常之斜的 但是呢在這個位置呢 剛才這裡的本地人跟我說呢 啊 先拍一口 那上來這裡呢也有一間餐廳的 那如果你時間充滿的話 都可以在這裡吃個飯啊 或者喝杯咖啡的 不過如果你不用花錢的話呢 其實鎖外面也沒問題的 一樣這麼漂亮 接著我們來到這個城市 官方供應最美的打卡位 就是玫瑰花園 這裡你可以在高處一纜目 為了看整個城市的景色 例如我們剛才走過的舊城區 白恩大教堂 和阿拉河環的景色呢 在這個位置都可以一次看完 嘩 這裡超多本地人在這裡野餐啊 今天這個玫瑰公園呢 不單止是一個受遊客歡迎的景點 好天的時候呢 你可能會看到一間大小的野餐啊 情侶在這裡拍拖啦 或者一班同事呢 放工之後呢都會來消遣的 雖然這個公園的名字呢 叫做玫瑰花園 但其實這裡呢 是有超過400宗不同的花的 就連日本的櫻花都有 如果你是遇到花季的時候 過來再加上好天的話呢 我相信你這裡打卡呢 已經可以用你一天的時間了 這一棵是我暫時在這個玫瑰花園 看到的唯一一棵花 那我只有這棵可以拍的 你就將就看看吧 接著在這個玫瑰花園呢 有一個圖書館喔 他們的營業時間那裡很有趣 他們直接寫好天就開門 進去看一眼 這個時間都沒有什麼人在這裡 圖書館呢都會賣了書 一元到九元都有 這裡有一個圖書館 可以在這裡寫書館嗎 對 你可以寫書館 可以寫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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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點不及是重點 我想他們說的玫瑰花園 就在這個位置 會展示不同國家 不同品種的玫瑰 看樣子 現在還沒起季節 玫瑰還沒開花 不過不要緊 這些就可以等到你來旅行 自己看了 走走走走 盪塞路不知道去了什麼地方 其實不是遊客區的地方 都一樣那麼舒服 還有一個遊客都沒有 整條路裡走光 前身的消防署改建的酒包 這間店看上去都挺有風格 挺正的 我一直都有聽聞過 住在Bern的人 是所有瑞士人裡面最友善的 雖然我沒有去完瑞士二十六個州 但是以我個人的感覺來說 我覺得Bern的人 的確比其他城市的人 友善很多 你看到前面這棟 並不是什麼博物館的展覽廳 這個純粹是這個城市的電力公司 都這麼有氣派 被我誤打誤撞走出來賭場 好 繞了個圈 我們又回到市中心了 還認不得剛才看到那個大教堂 他們的路都起得挺奇怪 例如這條橋是駁不到過這條橫街 然後這條橫街 和下面這條街 又是沒有路連下去 所以如果你走錯路的話 真的會繞到你黃 我們現在回到歐山 再在這裡走個圈 看看還有什麼特別的可以說一下 看看吧 他們這個城市的人 真的很喜歡紅 連他們銀行的Logo 也有一隻紅的公仔 在這裡 回到歐山 就看到這個Swiss Design Market 有沒有興趣看一下 瑞士人究竟有多喜歡 企制的蚊牌 是不是真的好一點呢 這個寫得很明顯 是用瑞士的木 和意大利做的皮 我又是做的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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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可愛的咖啡 那些貨品都挺有趣的 真的 很有瑞士的味道 那別人是瑞士設計的 好像說廢話那樣 我最後都買了兩樣東西 雖然我經常都說 歐洲的古城市 其實看來看去都差不多樣 不過Burn這個 的確有它自己的特色 正如我剛才說 它們有歐洲最長的戶外拱囊 所以所有店都藏在拱囊裡面 感覺上這條街看下去 就更加凶狂和歸一了 這個就是Burn的鐘樓 這個塔在13世紀的時候 已經在這裡了 這個鐘樓每個小時 都會有個布時表演 不過我就剛剛錯過了 那好啦 其實時間都不早了 不要看天空好像還很亮 因為現在夏令時間 八點多都還沒天 都不會天黑 你看市集都開始關門了 人們都準備回家了 今天收工到現在全天都沒吃過東西 上到火車終於有機會休息了 今天收工到現在全天都沒吃過東西 那如果將來來到瑞士買手信的話 都可以去這間店看看吧 不過說明錢 他們的東西真的不便宜 但我覺得比起在老土手信店買的那些 就算了 我想不到 就算了 看看鐘 那轉來看看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可以說一下 那我真的完全沒有準備 對不起 不知道說什麼好 那我收工之後 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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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